203花蓮大地震 终创了花蓮精进与观光产业 交通部观光署补助自由行及团体旅行 共9.65亿元 6月1号起跑 其中自由行平日美房补助1000元 假日补助500元的优惠 目前有760间旅苏业者响应 我们目前6月份所有的会员平均的住房率 大概在5到8%而已 那看起来没有明显的回升 虽然有电话打电话来 但目前询问度还是比较少 补助方案在28号开始上网登记 大部分饭店员为绿灯 代表还有一半以上的优惠房间数 有业者表示民众消费信心还是不足 到年底前可能都无法看到订房率回温 好像还是会觉得 目前不考虑国 以前也是比较危险性 那个现在就是物件比较高 所以1000块好像补助顾料到什么 花蓮有补助 不过台中离山地区也因为大地震的关系 严重影响游客数 离山宾馆就发现端午间和暑假的订房率 今年低到剩两成 端午廉价订房一度挂临 另一十年来最严峻的一次挑战 我们为了让团体游客可以来离山旅行 所以我们就提拨了100万来补助100团 每一团1万块 只要一团有20个人以上到离山来旅行 住三天两夜 我们就补助了1万块 离山宾馆业者决定自救提拨100万元 作为旅游奖励金 市长卢秀燕也表示 股官同样受创 他会找时间上去帮忙行销 三天新五综合报道